这个是APAC期间 我先生有一天早上带我去 小的时候他常去的地方 他父亲在那里教会他 滑冰 游泳 钓鱼 冬天的时候 他说他最喜欢看着冰文一轮轮向远去 一直到故宫的角楼 那是他感受到的 这个古老的城市优雅之美 我们俩就看着这一幕 那种心情特别像小孩 看着最后一颗糖 你不吃你知道他要化了 你吃你又知道快没有了 那种又甜蜜又忧愁 又气急败坏的感觉 我是地域大道的北京 我小的时候蓝天白云 硬喝气游深的水 能看见底下能抓鱼 我也知道小时候在这长大了 我也知道那小时候什么样 站在那个长街上看着西山 大气干净不是做不到 是完全做得到是 就看你傻多大决心 我希望并相信 通过不信的努力 APEC蓝的能够保持下去 回来之后我就问了一下 中科院的专家 我说您能告诉我 如果我们想要留住 APEC的蓝的话 我们要付出多大代价吗 他说我们必须比2013年减排 这么多二氧化硫 这么多氮氧化物 和这么多PM2.5 简单地说 我们要减掉一半以上的污染物 才可能得到蓝天 中国2030年的不过 我给定一个风格 实际上就是一个倒闭机制 所以就要走个绿色低碳房子 大家会想说 如果我为了还我 会不会就是真的牺牲掉了花站 你这里应该还得涨 你过去做错了 你现在应该还得涨 现在现实问题 还好就业 还好提高收 那怎么办呢 转型了 如果说在这个转型当中 可能意味着这个产业当中 有可能会失去工作 中国的节能防防产业 现在可能是一年的产值 三万七千多 吸纳就业人口 可能是三千九百多 这也是一个产业 但很多人觉得说 中国政府会不会 还会继续用投资来拉断 来完成经济增长 要提高经济增长 它的路径 途径 就是绿色低碳循环房子 文敦研雾实践 或者洛杉矶 他们解决的问题 六年七十年 它得经验教训 我们这个阶段 会打到一些 缩抗 之前我很担心 北京还在扩张 它的汽车的量还在增加 它的污染能降低吗 但是 这是洛杉矶 一个跟北京非常像的地方 它也是三面环山 空气扩散条件很不好 所以它曾经发生过 大规模的光化学污染烟雾事件 你可以看看1950年 这是在好莱坞的商店当中 卖的一种罐头 里面装着洛杉矶的空气 它上面有一行标语 叫如果你有恨的人 就买一罐送给它 你可以想象 当时生活在其中的人的感受和愤懑 但是 从1970年以来 洛杉矶的车辆还在上升 上升了这么多 三倍 但它们的排放呢 降低了75% 它们怎么做到的 我就去一趟洛杉矶 在那里观察 我们现在是在 欧山址 圣波尼卡的上空 现在往前 你可以看到 那一层 边五层的一层 这一颗高楼 我们在 后来五层 上升了 我们在 现在 看到 上升了 上升了 其实 它们这一层 它都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 往后 的 就是 就是 它太太太 洛杉矶 这种贪大病的城市规划 被认为是典型的失败案例 它的公交系统 也远没有有效地建立起来 造成车辆毫无约束的发展 那边是啤酒厂 那边有个大仓库 像这个车就是刚刚从长滩 像这个车就是刚刚从长滩 那个大港口运货过来的 你看这个像晴天柱一样的大家伙 18个轮子 大概有20多米长 它的质量相当于一个坦克 或者是一个重型装打车 根据加州空气资源部的估计 南加州空气中71%的致癌物质 都由柴油车产生 所以所有的柴油车都被要求 安装DPF 这种颗粒过滤器 相当于给车戴上口罩 可以过滤掉99%的颗粒物 这位司机是墨西哥人 开的是零五年的旧车 按要求要加装DPF 但它没有加 虽然车的尾器是达标的 但还是要罚1000美金 为什么你没有安装DPF 没有钱 它一个月的收入 骑着家一起来七七八八扣完了 也就是4000美金吧 那么虽然1000美金 其实这个单子还是挺大的 您有多少孩子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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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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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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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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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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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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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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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8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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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身就会赢得市场 但是中国是一个煤炭的消费量 占70%的国家 在我们的能源结构里面 我们怎么能才能减到煤呢 我们来看看伦敦的曲线 很多人都跟我讲说 伦敦要等了40年50年 才把污染治好 我没得等这么久 但真的是这样吗 看看这儿 从他们开始治理污染的前十年 他们就把污染物降低了80% 这是一个极大的改善 我们来看看伦敦是怎么做的 伦敦弹烟雾事件发生的时候 英国的能源结构中将近90%是煤炭 1953年 颗粒物的平均浓度 超过欧盟标准的10倍 它们控制污染的压力 比我国当前更大 英国人在1956年 通过了清洁控制 每个汤里经常用汤汁 所以汤里经常用汤 汤里经常用汤里经常被购买 给客人 使用普通汤 或使用在开放压 政府出钱承担家庭壁楼改造70%的费用 但惩罚同样严格 违反者可以成为100英镑的罚款 甚至坐牢 这是南威尔市一座煤矿生产的最后一圈的 1983年 它在这个质量上很像 烟雾事件发生后20年中 石油替代了20%以上的煤炭 天然气替代了30%以上的煤炭 煤炭在整个国家的能源结构中 从90%下降到30% 而重工业占GDP的比例 也下降了10% 很多煤矿和燃煤的工厂的关系 这里曾经有上百万人居民 你现在怎么赚钱 你必须找到选择的职业 我并不是富贵 但至少我没有关系费用 我说我只是职业 100年前 我们在英国有1万亿的研究者 我们现在已经有10,000人了 但我们在历史上有更多人的职业 如果业业在一起 有另一个业业业出现 1970在英国织屋的前十年 经济不但没有倒退 GDP反而增加了一倍 之后十年中 英国进入油气时代 当年经济总量 英国是用更清洁的能源 石油和天然气 尤其是天然气来替代了煤炭 他们才取得了蓝天和白云 很有趣的是 这次我们在伦敦想要找到那些 关于伦敦当年煤炭污染的资料的时候 做的最全 最充分 最权威的是这样一份资料 它是来自于天然气公司的制作 然后它的名字也很简单 叫罪恶的烟囱 天然气是靠着竞争迅速地推动了市场 把它的对手取代掉了 英国能源大臣告诉我说 你知道伦敦在刚开始改革的时候 是什么样一个经济水平吗 他说那时候人均GDP跟中国是一样的 政府最重要的是不要去补贴那些 已经要被时代淘汰掉的落后和污染 还有亏损的产业 你要给新兴的产业给他们公平竞争的机会 他们会带给你惊喜 伦敦的经验告诉我们 中国要从煤炭时代进入油气时代 我们才能够得到更清洁的天空 现在世界平均的天然气占能源结构的比例 是很高的大概百分之二十四 因为天然气是相对清洁的能源 那中国是多少呢 我们只有百分之五 为什么我们这么低 从小到大我听到的标准答案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是一个 没多 贫油 少气的国家 这是真的吗 这是真的 但这完整吗 我就写信给国土部 矿产资源储备中心的主任 他给我回复了几个数字 我们的天然气碳明多少呢 百分之二十二 这意味着我们还有大量的天然气 埋葬在中国大地之下 黑暗不知名的深处 那我们的石油碳明里是多少呢 百分之三十八 在每年探明的这些储量当中 比如说天然气 探明九千亿立方米 但我们开采了多少呢 一千亿立方米 有大量的资源 我们知道它在哪 但却没有去开采 为什么会这样 张大伟主任又给我回了封信 也很简单 也是几个数字 他说拿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生长国 美国来说 他们有六千三百家天然气石油公司 我们有几家呢 三家 其中百分之七十集中在一家手里 中石油 美国有160家天然气管道公司 我们有几家呢 三家 其中百分之七十集中在一家手里 中石油 这是他给我的答案 如果我们开放这个市场的话 我们的天然气的产量可以翻一翻 我们的碳明储量可以翻一翻 为什么你迟迟的没有进入油漆时代 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夺国家天然气 石化石油都没有开放的 空间的每一个环境 基本都是一个垄断环境 垄断是不可能有创新的 外界的人是属于地区不见的 这又是一个杜生姿 这个弯具都是它的 它可以弯得很腻 它可以乱的 人家做什么不定 油品经营 还有安全 弄得不好就做大事 我看你怎么理解这种能源 能源气 能源保护是很重要的 但是新的技术 我们能够专业 都会回答这个问题 只要有竞争 它就会千方百计去创新 去改变自己 你可能会知道 那公司的管理 电池交流传选 在这地方是中国的 我们要把能源价格降下来 你才会有竞争意义 我认为 在开放的 你分享一些想法 你资源 你得到世界上最好的 中国的雾霾需要治理的话 最关键的是什么 能源的体制改革 做这次演讲 我才第一次接触到 中国的能源问题 我有一个很粗浅的感受 中国的改革开放 不是像我原来想的那样 像一个小鸟破壳的过程 一出来是一个完整的 活泼泼的生命 它更像一个 治疗退壳的过程 一点一点一点 从原有的壳里面退出来 而能源就是留在这个壳当中的 最后一个部分 它一直被认为是事关这个国家的安全 和经济的安全 所以它一直不被当作是商品 它也一直很难受到 真正的市场经济规律的支配 但这个壳本身也在付出代价 这是能源系统 这两年的腐败图 它是一个腐败高发的区域 能源局前副局长 刘铁南在接受庭审的时候 说过一句话 要想遏制高发的腐败 就要把本来应该属于市场的权利 还给市场 所以2014年6月份的时候 我们中国的能源国家安全战略 已经明确 能源是一种商品 我们要建构有效的市场结构和市场体系 而且要改变政府对于能源的监管方式